今年 珊珊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啊 消息很灵通吧 哥 这可是你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过年 你跟珊珊才认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了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这些 可是我必须知道你的想法 我是担心你嘛 就好像当初我跟延青要结婚 你派人调查她 我不一句话也没有嘛 因为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在这个世界上 咱们俩可是唯一的亲人了 你觉得珊珊她怎么样呢 珊珊很可爱呀 你是真的以结婚为目的 跟她交往的吗 你想太多了 那你告诉我 学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她没有 如果真的说有的话 只有一个 她很下分 哎呀 谁不是她人 我照顾给她的 我操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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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操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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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姐就带您过去 风小姐也来了 风小姐 是啊 她一趟早就过来了 孙小姐 这边请吧 孙小姐早 先生早 大老板早 我先走了 孙小姐 快过来吃饭了 嗯 孙小姐 你怎么还叫我冯小姐啊 太见外了啊 以后 就叫我月月吧 好 吃饭吧 早三十七点 以后不要迟到 以后 怎么还有以后啊 老板要突出的 是以后工作不要迟到 还是早餐七点不要迟到啊 哦 知道了 先生 因为临时身份证正在办理 机票定在明天早上十点半 你不是 你 那我今天快吃饭吧 我家的餐厅 就是 我现在说 小姐 好 空气好清醒的 珊珊 楓月小姐 我们一起到农庄跳菜吧 跳菜 难道楓家人都有这种恶心 跳 跳 跳菜不是应该到餐厂上跳吗 为什么要去农庄啊 这是我家的一个传统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上桌的菜都得去农庄跳 我爷爷嫌外头食物不安全 所以呢 就自个儿弄了一个农庄 原来如此 我爷爷当年过世的时候啊 风腾才二十七岁 我哥当时接手了整个风腾集团 他特别厉害 短短几年的时间 风腾集团的规模就扩大了好多倍 外面的人都说我们风家是商人 风商 其实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祖先开始就是读书人 是从清朝开始才转而从商的 怪不得大老板看起来不像商人 更像金商 风月 风月 我今天还要讧着 小舟 老板就会帮助 你说 给我们年轻的 你一定认为了 你是从这儿 你拿着 我别说 不认为你的 跟我借过 其实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那个 第二次给你输血的人不是我 是风头的另外一个同事 叫周晓威 我哥怎么瞒着我这事啊 他可能是怕我给别人送饭吃 我们风家的饭 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吃上的 杉杉 那个其实我的手机号码还挺好记的 你不是学财务的吗 对数字又很敏感 你要是买了手机呢 你就赶紧把它存下来 以后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好 不用什么事都找风疼 毕竟我们是女孩嘛 好多事都不太方便说 好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赶紧去农庄挑菜吧 好 好 出发 出发 谢谢你 咱们赶紧去农庄 你怎么一样跑过来了 嗯 过来 我准备挑一些菜 等一下给方姨送过去 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都是一家人啊 我自己挑一点不就行了吗 是你太客气了 你太客气 你 你 你 就是你太客气了 不要介意 他们俩就是这样的 我 我没介意 我没事的 好了 我们到那边去逛逛吧 嗯 今年的菜长得真好 都是自己种的吗 对啊 不打农药的 严谨 正琴呢 她晚点到 有些细节 我还要跟她商量一下 对了 我们把机票订好了啊 初一晚上飞美国 好 风月 你说风疼是怎么回事啊 过年前不是说 已经跟孙孙闹翻了吗 怎么过春天又把她带回来了 我跟她心还得得真 我从来就没有搞懂过 我也很纳闷啊 你说我可是真的喜欢珊珊吗 虽然珊珊是不错 但是 算了 虽然她天真吧 但我觉得能被带回 老家的女孩 就不简单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扮猪吃老虎 我看你把珊珊想着 你不至于买 我没有了 辛苦你了 阿姨 帮我把鱼具拿到那边去啊 来 来 谢谢啊 去吧 珊珊 你也来啦 七帅 好久没见啊 想不想我 爸 走 钓鱼 之前风曾去美国 因为事关重大 所以连你都没说 但你千长挂肚提心吊胆 不好意思 一直想找机会给你道歉来的 谁提心吊胆啦 你没想到一身吊胆心上挂肚啊 你没想到一身吊胆心上挂肚啊 那你紧张什么呀 珊珊跟正琪 好像还挺聊得来的啊 是啊 珊珊本来就很好相处 好相处 那也不用专门带回老宅过年吧 咱们家人比较傻 她过来的 不是热闹一点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那种 女性应该是像伯母那样的 优雅 美丽 多才多艺 还有出众的商业才能 像母亲的路过秀的女人 就有多少呢 你知道在感情的部分 我喜欢顺其自然 随便一般 快 钓鱼喽 钓鱼喽 来 吃吃吃吃 快吃吃吃吃 快吃 慢吃 团子 来 哎 珊珊呢 珊珊 来 给你 一起啊 谢谢 嗯 会吗 不会 那就去 把楼吧 真是的 你们钓鱼就钓鱼呗 管我干吗呀 让我这么一个小女子 带着我们寒风凛凛的天气里面拔萝卜 她终于拔出来了 她终于拔萝卜 算了 算了 我现在是吃贝斯的 住贝斯的 睡贝斯的 连机票也是贝斯一个人订的 我就当时玩醉酱萝卜吧 不对 是破坏萝卜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拔了半天就拔了这么几个 萝卜太倔强了拔不动 沈参 是你说不会钓鱼的 那我可以学呀 你不是说 不喜欢方程舰钓大鱼吗 那 那我现在有兴趣了 行了 那要不要给刁哥们一个幸福啊 拿这儿 你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汤被你承包了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隔切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黎叔 停 你转来转去头不晕啊 我都被你晃晕了 你今天下午回来 就心生不宁的样子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走一走 消化一下脂肪 你是在消化自己的忧伤吧 黎叔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你对珊珊不太友善 你之前可是拿人家当亲妹妹的 我哪有不友善啊 就是之前我问过珊珊 她明确地跟我表示她不喜欢风头 这才过了几天人都跑到老宅来了 我就是很惊讶而已 珊珊曾经跟你说过不喜欢我哥 对啊 黎叔 我问你一件事啊 你必须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如果你现在不说 恐怕就没戏了 什么事啊 你喜欢上我哥了 什么喜欢上了 从来都没有不喜欢 你真的喜欢我哥啊 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呢 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对吧 就上高中的时候 我拿你们开玩笑啊 你还把我骂一顿呢 你 那是因为我妈始终都反对 方怡 不可能 方怡最疼我哥了 那不是一回事 他就是跟你们再亲 他也觉得自己始终是个保姆 我如果跟风腾在一块儿 别人会觉得 是我们利用女儿攀附了风家 我们家什么时候讲究过这些了 你真的想得太多了 何况现在你已经不是保姆的女儿了 你还记得前阵子 上海媒体给你的封号吗 说你是上海滩最美丽的文化明星 你每天配不上我哥啊 你成天在他身边转又来转又去 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不讲 真服了你了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女孩先开口呢 在爱情的战役里面 谁要是先开口 谁就输了 我让你直接告诉他了 你至少可以透露一点讯息给他嘛 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 你一直喜欢我哥 你藏内太好了吧你 那你说 薛山山透露什么讯息给风腾了 风腾要是真喜欢 自然就会采取行动 那我当然希望 风腾是因为喜欢我而采取行动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而引起他的注意了 好 你就那么有尊严地 在他身边打转吧 等他娶了别人 我叫你活该 这不叫活该 叫缘分 如果真要是这样 我就认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跟风腾说 听见没有 你要是说了 我就消失给你们看 你没事吧 好啦 没有那么可恶明星 要不是世界末日 老实讲 我可能 只是不习惯他喜欢的竟然是薛珊珊 要是他以前那些名媛女友也就算了 为什么是薛珊珊呢 好 哎 风腾 要不你让他先回去吧 咱们吃饭得吃到什么时候 不是 是啊 你快回去吧 这个有我呢 好吧 早点回去休息 新年快乐 嗯 谢谢先生 新年快乐 小姐姑爷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嗯 再见 来啦 上菜啦 哎 王叔 你快回家过年吧 薛小姐 我在封建已经过了快半辈子的年了 哦 对 对不起 王叔 没人都走了 坐 坐吧 王叔 今年呢 咱们就一大家人 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年 谢谢先生 那王叔 你快坐吧 哦 谢谢啊 什么事 快坐 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年让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也不知道咱们家的饭合不合你的胃口 不过呢 我们风家的菜 新鲜是没得说的 还有 今天所有吃到萝卜的人 都得谢谢珊珊 因为萝卜啊 是她一个人拔的 冯小姐 虽然这萝卜是我自己拔的 但是再怎么说 它归根究底都是姓风的 所以 冯小姐 伤心了 怎么还叫我冯小姐呢 珊珊 你以前在老家过年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我们家过年啊 那人可多了 我每年年夜饭都是跟爸爸妈妈 还有大伯父 还有爷爷 还有我的堂姐 琉琉和大伯母一起吃的 我堂弟 彤彤每年都会跟我要压岁钱 都会跟我要的 吃饭吗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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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明天让那个能说的人回家 好的 太吵了 好的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就你们是一家人啊 没有人问候我的 我不也是无家可贵 才跟你们在块过年的吗 你也没有家呀 那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呢 珊珊 你别理她 人家父母可在美国 过的是洋节 圣诞节 郑琪不是我说你 今年圣诞节礼物怎么没给我们 有收到了吗 没有收到了 你收到了吗 没有 你还好意思在我们家过年 蹭吃蹭喝蹭个春节 真是的 我不就是看了这点利益 才跟着风腾回国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了 公司不要擦擦了啊 吃吃吃 来 吃吃吃 你做的事啊 你做的事啊 你做的事是什么呀 你帮我做的事 你帮我做的事 那名字就是我 我来吧 我来吧 珊珊 不要急于证明自己是女汉子啊 你还太笨了 我说风大老板 现在都二零一四年了 你还弄个大铁门过来烤火 你就不能弄一个高科技点的 暖炉什么的嘛 你这样弄得我多辛苦啊 啰嗦 她才啰嗦啊 没错 不错 不错啊 方言呢 她今儿不太想出门 就不过来了 方言已经好几年 没出过门了吧 晚些的时候我跟严谨 去看看她吧 她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 就是老咳嗽 怎么却也不肯去医院 方言就是不肯对自己好一点 这样一会儿我们顺道代谢补品过去 今天过年大家别多坐着呀 要不我们跳舞吧 听我的指令 挺好啊 推右脚 没事 来 推右脚 走进来 推 对不起啊 请 听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来 来 方大老板 对女孩温柔点嘛 你说你这么严肃人 你怎么敢学啊 我来教 我来教 来 来 来 先把你走酒啊 一 二 三 你行 没事 没事 再来吧 一 二 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 我来吧 你来 不好意思 准备好了吗 来 大老板 跳舞跳得真好 年会的时候 跟周小薇跳舞的画面也是这么美 跳舞真是老天爷发明罪罪恶的天分 舞时中的男男女女都充满了吸引力 偏偏我是个连小小的罪都不会犯的笨蛋 对不起 没事 珊珊 你啊 别沮丧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呢 被风月训练了大半年 才学会现在这点毛脚的舞步 要不这样 春节之后啊 我把我的舞蹈老师介绍给你 怎样 我不用不用 要是把舞蹈老师给踩学了 更不好 学费要多少钱呀 要是我合包缺了更难接受好吗 其实啊 你现在的感觉呢 跟我当初特别像 当时我就在想 我这么普通又这么平凡 怎么配得上风月呢 不过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 这风家的人呢 特别好 家缝很纯 而且呢兄妹俩 从来不会因为家事做文章 珊珊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加油 对不起 我不知道珊珊是个抬脚大王 我不应该提计跳舞的 不过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跳舞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 是你父母叫的 没有人可以把舞蹈跳得这么优雅 除了伯母 虽然我一直练习 但是始终都比不上伯母的神韵 我知道我跳舞的天台 是一双的母亲 但是有一次父亲跟我说 他说他不喜欢跳舞 只是为了陪母亲 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 其实跟姿态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和谁跳的 然后都没有了 我完全不 losing 我也会在下 magazine 没有�� girl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有让练书跳舞要得这么好啊 他呀 跟我哥一样好强 做什么事情都要阵地 你都不知道 他为了练舞 待会儿终要双五星人 自信 别老干净啊 好 干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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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月月 你们今晚不住这儿啊 以前是住这儿的 那今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明天言亲就去美国了 大过年到 我当然不能留他一个人啊 所以啊 明天我跟他一起飞过去 现在我们就去言亲的父母家 把小朋友交给他们 让他们二老亲亲一下 得高兴高兴 那 黎叔跟郑齐哪儿去了 黎叔应该回家陪方姨吧 郑齐还是住湖边小木屋啊 你不用操心他了 一会儿让他把黎叔给送回去 轩轩 玩得愉快啊 好了 走吧 还要去接方姨呢 该出发了 走 你们一路顺风啊 你们就算不担心大老板欺负我 也要担心一下 我万一控制不了自己 铺上去怎么办呀 这大年夜的 身边居然一个亲人都没有 就算冷漠如大老板 应该也会感到寂寞吧 大老板 大老板 在这补天同庆万家祥和的日子里 我们应该干点啥呢 你想要干点什么呢 看 看 看春晚 看 太好了 春晚已经开始了 有了春晚 就算不开口也不会尴尬了 这个世界有春晚真是太好了 对了 水果 面前再摆盘水果 嘴巴忙着吃 就更加不用说话了 雪珊珊 你长了一嘴 脑子也长进了不少嘛 我去吃点水果 水果来了 来 也不知道 这倒不少出辅短信呀 更何况你是个大老板 肯定少不了拍马屁 攀关系什么的 没可能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是啊 你手机不是掉了吗 是 定时发送 你给所有人都发了这个 没有 就只有你一个 怎么回事 这气氛搞得像是 我给他发的是诈骗短信 现在 这算是在审问我吗 薛珍珍 你这是在遇情故纵吗 是你先亲的我 我 虽然你看起来很冷漠 但是你对我的温柔我都看到了 是你一直在给我希望啊 你怎么现在反过来问我这些问题呢 你 你 我跟你说啊 你这是在幽地深入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 你怎么知道 凤唐 我 我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我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你还回去前 我明明没有想过这些的 可是后来 我发现 看不见你 我好失落 你在公园局外等我 我觉得我好丢恋 你带我来家里过年 一起去年夜饭 虽然我很不自在 但是 我好开心 我不会跳舞 但是我可以学啊 我没有你的密码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密码告诉你 我想 我喜欢上你了 那 你看看我 不是你喜欢的吗 没关系 那 祝你新年快乐 你不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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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我可以 你不想过 你来说 你不想过 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学生生 我的心 是否能却不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走啊 你走啊 好 小组一名 你跟人家学啊 走什么呢 来 等一下 轩轩 你把马当螃蟹水还可以哼着走 好 不玩了 不玩了 玩不过你 来 我们玩西洋棋吧 西洋棋我经常在手机上玩 一定能赢过你 赢过你 赢过你 不不不不 第四十九 试试 什么意思啊 主将将死 过来 来 我不玩了 我们玩跳棋吧 好不好 跳棋我最拿手 绝对厉害 我们借下心来 看看书吧 啊 柯如松子 色如鹰 为时蹉跎 欲半生 岁秒尖周 曾见树 持心入座 久闻明 这个作者怎么像山西一样那么爱吃呢 竟然给荔枝写了一首诗 关于吃荔枝呢 我只记得一记十句 挺好的啊 一记红尘 妃子笑 无人知诗 荔枝一来 同样是在说荔枝 同样是在说吃 你那首诗跟我的比起来进去 我爆了 blood 轻声 э 你入爆了 哎呀 你家珊珊脑袋怎么这么大啊 你脑袋才大呢 在看什么呀 你马都到这儿来了 是刚刚放错了 放错了 再回来也不拍了 那你走 走吧 那怎么走啊 这 好嘞 吃掉一个 好嘞 好嘞 老唐 好 过来过来 爸爸要敷了 快快帮帮我吧 爸爸要输了 帮我走一步 看 那步 把这个吃 这 你们俩 这和这伙伙伴欺负我吗 真厉害 来来来 这儿子不行 为什么今天总是想起 童年那些美好的回忆 童年这什么坏事 来 看书吧 冯唐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是我 是我 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呀 要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不是那么傻 应该是在跨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眼花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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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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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徐小姐 新年好 新年好 徐小姐 赶紧去吃早饭吧 丰先生在呢 正好拿红包啊 红包 我也有吗 肯定有啊 丰先生每年初一都会给我们发红包 徐小姐 您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对啊 我也是丰腾的员工之一嘛 当然要有红包啦 大老板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红 过来 嗯 你在我家里用这么饥渴的眼神看着我 真好吗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嗯 谢谢 王叔 我给你把变好的年货啊 都放到这里 好 里头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有事不能送你 我让他们送你 嗯 你先去忙吧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可以是吗 416 517 818 41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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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是新的 顺便帮你补偿卡 徐小姐 请吧 什么呀 这不是我给徐小姐的挂牌吗 什么呀 什么呀 风疼 是要我储存吗 我应该还是会写大老板吧 真不习惯 珊珊 到了吗 到了 已经办完登机手续了 在这儿等了登机呢 那个 你给我家人送的礼物 未免也太豪华了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你给我准备的挂牌 把它挂在包包上 一定要带好 对了 一会儿安排的人会接你 好 上面紧急连入了人的名字 突然间从爸爸的名字 变成你的名字 感觉有好个习惯 大家从现在开始慢慢地习惯 知道吗 到了 告诉我 我说这狐狸的鱼是怎么回事啊 连鱼都视力啊 知道你是大老板 都往你那儿跑 我这儿怎么这么冷静啊 这论钓鱼 我可不敢跟你这个捕鱼答人 什么比较啊 捕鱼答人有什么用啊 捕鱼答人也指挥不了 爱神秋别特的剑往谁的心里射啊 我说你今天说话怎么一直在这儿 怪来怪去的 直接一点 冯总 你别说你看不出来 立叔喜欢你啊 开中奔想了 他是妹妹 妹妹 人家可没拿你当哥哥呀 那也是你不知道 立叔跟我说过 他有喜欢的人 而且跟我很像 很难搞 但是 就挡不住 接着钟 行 当愿立叔喜欢的那个男人 跟你一样 才貌双全 谢谢你啊 许姐姐 谢谢你啊 许姐姐 谢谢你啊 许姐姐 李婶 我回来了 你太客气了 我帮你拿吧 不用 不用 你会不会不好意思 没事 许姐姐姐 你太客气了 大家是同事吗 爸 妈 许姐姐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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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报告你啊 报告你啊 这是 这是小李啊 是他送我回来的 进屋 进屋坐 进屋坐吧 来来来来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许姐姐 谢谢你啊 好好好 这么客气啊 好 谢谢 走好 走好啊 好 来来 进屋 进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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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拿了什么东西 那我给你拿 我来 拿这个 我来 我来 给你那我给你 你哪来这么多东西啊 这些都是什么呀 就是 就是我年底发了一些奖金 身边买回来一些礼物 都送给大家 你呀你呀 就知道浪费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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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说了 等你回来 请大伯母过来 一起吃火锅 咱准备准备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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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见童童了 不知道她长高了多少 好的 好的 那个刘刘也刚从北京回来 那就一上 一块儿笑上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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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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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di这家都有出兵 这边兵官做 raptor 还这么不机灵 是啊是啊 我也骂过他了 珊珊 你这次年终奖拿多少钱 不多 是因为我年资未满 所以就按基本年终算的 不过年底大老板赚了一笔大生意 听同事们说 明年我们每个人至少有四个月的年终呢 好门干的大老板呀 那不是上万人了 吃你了吃你了 我们珊珊啊 真能干 这一毕业就能赚大钱呀 没有 爷爷 那是运气好 才能进分腾那种大公司 她呀 是人傻 有福气哦 珊珊啊 这上海生活还能习惯吗 嗯 还挺习惯的 嗯 我跟双姨在一起住 双姨家的时代太小了 我们两个的东西都塞得满满的 所以我打算搬家 过年之后 我想先去刘柳家住一根 哎 那不成 嗯 那有什么不成呢 她们姐妹俩感情好 住在一起 还门彼此造影 哎呀 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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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刘柳啊 要结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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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啊 游城浩的父母啊 摆了座别墅 给他们小两口啊 当心房 那别墅啊 有一百五十多平方米呢 社区里啊 除了保安负责安全 还有什么游泳池啊 健身房啊 听说还种了整排的枫叶 到了秋天 那不就像在国外一样 哎呦 等我们家刘柳啊 嫁过去 我啊 就招呼你们去 去玩玩啊 去见见世面 啊 珊珊 你呢 究竟有没有交男朋友啊 我们珊珊还小呢 真是不急啊 是啊 珊珊 哎呦 二叔 你知道这圣女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老是觉得自己小啊 不着急啊 就这样拖着拖着 就被圣下了呀 哎呦 你们家珊珊 可没有我们家刘刘 从小就那么优秀 那么端庄 后面一大票男人跟着转啊 你们珊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告诉你 那就是年轻 珊珊呢 才刚进社会 先要把工作那个做好了再说 这个你交男朋友的事不急啊 不急 我先工作 工作稳定了再说 姐 要不要叫尤城浩 替你介绍男朋友啊 你们个小猫还能在打听什么呀 是我妈在家里这么讲的 她说你嫁不出去 就算嫁出去也嫁不到 好的 到头了还是得找尤城浩介绍 咋跟你准备 好 来来来 快点啊 过来来来 大家过吃吃看 拜拜 好 谢谢 来来来 欢迎你 走算把你盼盼 妈 做事 来 来来 来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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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叶叔 方医怎么来 我妈收拾感冒了 又不肯去医院 要不煮点姜汤 让她暖暖身子吧 去吧 我去啊 别 别麻烦呐 老姨啊 您都瘦了 你啊 还是一样的英俊 我问你 在我和黎叔来的那个 郑琪 说是你的同学 对 他是我大学同学 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创意总监 创意总监 那肯定很优秀啊 是啊 她很优秀 她跟黎叔 她们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是吗 那 那她跟黎叔好上了 方医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昨天晚上 她送黎叔回家 我看见 他们很亲近的 她 她 她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好啊 因为盎其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些年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做不出这么好的成绩 她这个人呢 待人为人真诚和善 特别是对的女孩子 非常地喜喜 怎么聊到我身上来了 方腾啊 你从小疼历叔 我知道你会保护她 你信得过的人 我也相信 我也放心 就多拜托你了 妈 你有说什么呢 我收到美国那边的电子邮件 讨论一下 你们有公事 赶快去吧 别陪我了啊 好的 方医 来 走啊 妈 妈 您怎么老是跟风腾说这些啊 难道没有别的话题了 妈年纪大了 其他什么都有了 要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就如你了 我挺好的 您别担心我 你看你看 但是您这身体 我跟你说啊 过完年之后 我必须带您去医院 不能再拖了 历叔啊 你也不能老挂您的风腾啊 世上有这么多的好的男人 即使他是一座森林 你也不能因为他是一座森林 而放掉好多棵树啊 您就一天大晚 念叨这些事 我能不知道吗 我之前不是也顺着您的意思 交过其他男朋友吗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 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这没有办法勉强啊 那是你心里不够展开 才会勉强的 像我觉得 倒是那个正气倒是不错的 你别啊 你可千万别的人勉强胡说 我跟那个正气是特别好的朋友 你这样说我们特别尴尬 我跟你说 我妈是希望你早点离开这个老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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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好人好人算 妈 听我的 你把这姜汤给喝了好吗 快 快 快 趁热喝了啊 要吃饭了 我先过去帮忙啊 这丫头 美国那边什么事 为什么故意把问题丢着我 什么问题啊 你跟厉叔的问题啊 你拼命笑方一推笑我 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顺着老人家的意思 随便聊一下而已 是 方一的确需要一个女婿 但是她需要的是你啊 不是我 方一也太清楚我跟厉叔 我们俩是什么样的感情人 我现在只是把我身边的好朋友 介绍给她认识起来 做一个参考的去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跟厉叔还不熟啊 还要你推荐啊 这事要是让厉叔知道了 你觉得她会不难过吗 你可以劝她呀 你会吗 我劝她 如果你告诉我不得好 从此以后 我绝口不提 你看看你 那你不劝你还不让我劝她呀 我看美国那边是没什么事吧 事大了 比仰啊 比仰啊 你跟我说说 不是打算分手了吗 怎么后还又想结婚了呢 这程昊他爸还是我妈的意思 那你就同意啦 我说我不想嫁 我妈就说我不孝 结果我仔细想了想 你说 我是我妈领养回来的 而且她对我其实挺好的 又把我从名牌大学培养毕业了 挺不容易的 刘刘 你不是想用你的婚姻去报恩吧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封建了呀 那 那优生浩呢 优生浩是怎么想的 她外面还有几个女朋友 当然还想玩了 不过 她爸也跟她挑明了 说如果不跟我结婚的话 就把她信用卡给听了 所以她只好答应了 不行 我觉得我还是 去跟大伯母把这件事说清楚吧 你笑什么呀 你放心啊 我跟邮程浩都说好了 先让他们老人家他的事过个年 年后 找个理由推脱就是了 推脱 大伯母的那个性格 那么急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推脱呀 那推脱不了我妈 邮程浩不想娶我总行了吧 我告诉你 这一个男人啊 如果要想离开你 他编出来的理由 绝对比当时追你时候 说的鬼话还要多 是吗 那你就打算 跟一个不想跟你结婚的人 这么耗着呀 那怎么办啊 现在分手 不就又得回到这儿了吗 所以 我真是缓兵之计 让我妈暂时以为 她打了文赚不赔的算盘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愿意想了 谈恋爱太累了 我还是专心工作 好好培养我的事业吧 双双 这里面什么 可以打开了 好啊 那我们就开始打开礼物吧 萝卜 多么好吃的萝卜 要杀杀你大老远的 乘飞机带回来呀 这 这是自己家种的萝卜 特别好吃 我爸也喜欢吃萝卜书法 是啊是啊 冬天的萝卜 赛人参 好 好东西 大老板 您到底在搞什么呀 难道因为是我拔的萝卜 您为了犒赏我 所以特地让我扛回来的吗 或者说 这萝卜对我们俩有纪念性的意义 跟那个吻绝对没关系 这萝卜 这一项是什么 不会还是萝卜吧 不会还是萝卜吧 姐 你抢一行啦 我还以为你只给我买了一个大白兔奶糖呢 这个手机是给我的 是啊 这是送给你的 喜欢吗 谢谢姐姐 爷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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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人参是送给你的 给我的 还有那个冬层下草都给你的 姐 我们山山赚大钱了 没有 没有 这个 爸 这个茶叶是送给您的 你喜欢喝茶叶吗 是 台湾哪 好 好 好 妈 这个燕窝送给您 山山 有没有大伯母的 这个就是给 不过山山 下次可别买这么多东西了 这些礼物很贵的吧 你就是发了奖金也不能这么花呀 那个 没关系 因为 是 是我同事 不是 她 她不是做这个的 山山 你省钱也不是这个审法嘛 会不会伤眼睛啊 这营养品那更是不得了了 卖已吃坏了 我们全家可得不偿吃啊 不会的 不会的 大伯母 那个 我同事也都吃了 身体特别健康 因为 因为我们关系好 所以她才算便宜的价格给我 卖还是很贵的 山山 你不愧是做财务的 很会计算呐 哪像我们刘刘 把所有的薪水都挥入我的户头 自己挣多少钱都不知道 那傻丫头一个 看来 我要跟双姨和刘刘 如实报告了 大年初三 双姨从香港回来 什么叫试试啊 这 这是试试啊 试什么试 你把自己当什么了 网购商品 一个星期试用期外加一个月保修期 还是那个商店里面拿个小盘子 放好多小碎面包 看一看 尝一尝 想买就买 不想就不买 什么意思呀 太随便了 我倒觉得一开始跟我说试试 才是认真的 如果他一上来就跟我讲什么 天长地久啊 爱我有多深啊 我倒反而觉得比较随便 而且封腾不是那种人 我相信的 你说什么 封腾 都这么亲密了 还不是你那天 你去他们家住了一晚啊 你瞎说什么呀 我那天去他们家 人家里房子很大的 那么多房间的 里面都亏西自行车 能做什么呀 能发生什么事你别瞎想啊 不许瞎想 忍住一点 你说这封腾还真了解珊珊啊 他要不这么说 珊珊不会吓跑才过来的 不过 不过我倒觉得一个男人要真的喜欢你 他应该肯定你才是 他应该肯定你才是 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啦 关键还要看你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 就好像成为了生意小说中的你主角 这慧姑娘碰上了王子 觉得好一切都好不真实啊 像作物一样 美了你 你那些心里非常真实 但是 也是觉得 这个 好像随时会 跑掉的感觉 你觉得 他会骗你的感情啊 不会的 封腾才不会这么没品呢 我只是觉得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一切好像作物一样 觉得好不真实啊 也是 人家是封腾集团的大贝斯嘛 我跟你说啊 是就是 谁怕谁啊 是不是 他是你也是 万一世叔是一个 好男人 你绝对不能换过 我告诉你 你先给我上了再说 上什么上 吃你的苹果吧 你说什么呢 我这也有话糟里 好 对吧 我这是上上侧知道吗 万一他要是一个上上男 你绝对不能公社让给别人 有我这个爱情专家 爱情顾问给你在这儿撑腰 你怕人啊 对了 你可现在也别跟杜船说了 都是公司的同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好不好专家 专家觉得 过了摄影器再说也好 好疼啊 你给我玩 摄影你带这个帽子 好像小丑啊 跟你俩能跟我搬那些 你干吗 我不会 你给我 你给我说 来来来 上个上个 下个下个 好 好 我说 她已经有勇敢了 你给我说了 请您 同学 我说了 也就说了 我他也觉得 他也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出事 你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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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风腾 新年快乐 新年过得很开心吗 在家怎么样 挺好的 就是跟一些同学聚聚会啊什么的 挺好的 但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跟你开玩笑呢 对了 年货家里人喜欢吗 喜欢 喜欢 特别喜欢 尤其是我堂弟 彤彤 他都要疯了 你以后不要再花这么多钱了 太破费了好不好 这些东西都是要还的 还 怎么还啊 那 那得欠多少钱啊 多到你这辈子都还不清 那我就做苦工还 请了吧 对了 大年初级红桥鸡赏件不许吃荡 否则扣你年终奖 好的 鸡分 chapter 风腾 嗯 鸡猎里下雪了吗 鸡猎去了 是啊 这满世界的雪花 有些人看到会忧伤 有些人看到会幸福 像我们这样一边打电话 一边看雪 就像同时撑了一把伞 而这一把伞下 就有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们会是幸福的 对吗 先生 深深 我等一下给你打 那你先去忙吧 先生 方毅今天上午突然晕倒 叫了救护车送往医院 听袁小姐说 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 人就不行了 妈 你做饭太好吃了 这么长时间还是喜欢吃米饭 多吃点啊 多吃点 面也好 生 arts 今天给你打电话 那个男的是谁啊 老鲑鱼听不到他的声音 怎么会知道他是男的 那个 就是公司的同事 你打电话给我弄你 顺便跟我说一下 你们上班的时间 你们年轻人现在不是都流行发微信吗 用电话拜年 可真有心啊 你们交情不错吧 那个男同事叫什么来着 跟他们说我跟大老板交往 这大过年的 他们不是觉得我疯了 就是自己疯了 我看看 你带回来的那些礼物 花了人家不少钱吧 爸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 好吧 好吧 我承认那个茶叶是他送的 但其他的东西都是我自己 用批发架买的 杉杉啊 交朋友最要紧的呢 是人品要好 真心对你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礼物啊 还有什么的 都没关系啊 不重要 爸 我都说了 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没有花什么钱 好了 好了 那个咱们女儿怎么会被那些礼物给迷住的呢 是吧 杉杉啊 你爸呢也是担心你 毕竟在大上海生活也挺不容易的 虽说咱们女孩子找对象呢 条件不能太差喽 可是那些刻意去接近有钱人的女孩 那可是没几个有好下场的啊 丰 丰腾集团是特别有实力的公司 我刚刚通过试用器成为正式员工 哪有心思想这个呀 我现在是好好工作 你别瞎猜了 我们也不是说在瞎猜什么 只是提醒提醒啊 毕竟门当户对总是没错的啊 其实家境太好又有什么用呢 你看那个刘刘 在尤晓面前总是矮了那么一劫 回头你也说说你大嫂啊 这门婚事还是得考虑考虑啊 我去说 大嫂还以为我见不得刘刘的好呢 照我说呢 莎莎 你要真带来一个像刘刘 男朋友这样有身家的人回来 爸和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所以呢 你不要有压力 知道不 嗯 知道了 看来 短时间内 我是没法跟爸妈说我跟风腾的事了 我真希望风腾是一个平凡人 这样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平凡不平凡呀 是身在其中 不觉得好 这身望着那身高 像我们家肚饭 我怎么看着都不像个成龙魁虚 你爸妈都知道了 年约饭那天被逼供了 你不知道 我爸妈一听说杜凡那职业 跟菜市场挑菜似的挑三挑四 她们也不想一想 她闺女天天宅在家里 一个月见不着半个男的 这好不容易碰上一靠谱 你说杜凡不挺好的吗 人又老实 又对我好 还能让我欺负 是不是 而且呢 他不能这么 你听没听我说 那你怎么跟你爸妈说的呀 我瞒呗 你说我怎么办 我总跟他们说 我跟你主意去 小事我扣你就过来 都不玩呢 好不好 扣你扣你 好好好 我说你也挺奇怪的啊 你写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 全是那种食物链的顶端 你怎么就喜欢杜凡的呢 小说呢 都是写给爱做梦的少女看的 我怎么可能笨到去 当那食物链顶端物种 吃了又丢的东西呢 你可别对话入走 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不是那意思 你别往那儿想啊 我 我就是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嘛 你 要是有个风中追我 我肯定不跟那个杜凡了 好了好了 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说你把杜凡说的 说成这样了 你舍得吗 他说就像一个 你想什么呀 航空公司确认短线 高端打击上等次嘛 你以前都坐火车的 咋回事 不是我订的 是不可能是我订的 这种霸道的温柔 是很多女生想要都要不到呢 什么东西羡慕 佩许 佩许的小说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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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真好 我问你 你回去有什么打算啊 回去之后呢 就是先把机票钱还我 对啊 薛珊珊 你不觉得这样 很没意思吗 我也不想啊 那能怎么办啊 总不能让人家认为 我跟他在一起 想图点什么 或是让人家便宜吧 那不好 对 你还钱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很不 浪漫 很 很冷冰冰的 你明白吗 你觉得人家大老板 缺你这几张纸啊 你 你换这种方式行不行 那 你怎么办啊 什么方法呀 把手拿出来 必须打一下 教你 升级以后 是什么级 伦宵 我打死你 我知道 是情人节 对啊 情人节 你送她个礼物 就完了嘛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太聪明了 薛珊姨 帮 拜我为师呗 送什么礼物呢你 帮我想象 我想象啊 我说是什么 你爱我 你怎么能够 听我来 你不想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春远街耸人潮肯定很多 就在这里等一下吧 不知道风腾见到这个 会有什么反应啊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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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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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